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韩 如果一台加往车的轮胎你一直坚持不换 它到底能坚持多久 最后会不会自动爆胎 这中间我们的车子行驶起来会有什么情况发生 今天就带大家一探究竟 最后我们再讲一讲 轮胎到什么情况下是必须更换的 朋友们今天就带大家看一下 咱们加往车一条轮胎如果永远不换的话 最终它会变成什么状态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条轮胎 这就是咱们车子如果不换胎的话 最终它的一个状态 就是这种情况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轮胎正面 其实轮胎正面不是咱们简单的只看到这个香蕉层 它里面还有几层的莲木层 包括还有一层钢丝层 这才是轮胎真正的正面的一个强度 就是靠这些东西给支撑起来的 这条轮胎它就一直坚持不换 最终出现这个莲木层和钢丝层给磨断了 磨断以后这条轮胎其实也没有爆胎 它就只漏气了 所以一台加往车的轮胎 想要自动爆胎是很困难的 除非就是它的品质本来有问题 要么就是受到了一些外力 造成外伤突然爆胎 因为降持轮胎都是低下胎 一般都是二点几个压 最多就鲜漏气 我们看一看这个轮胎 它在报废之前 对我们车子行驶有什么影响 大家看一下这条轮胎 这个轮胎是正常的一条轮胎 上面有很多花纹 汽车的轮胎花纹是最重要的 花纹承担了排水性降噪 还有抓地力的性能 我们首先说这个排水 这中间的都是排水槽 排水槽这边都有这种排水的一些条纹 往外引导水 你像这条轮胎 如果你一直坚持不换 它中间的排水槽基本上就磨没了 所以中间这些水都排不出去 你有时候过一些水坑 速度稍微快点 车子就发飘 尤其是跑高速的时候 特别明显 所以这种状态的话 你就要看看你这个轮胎排水槽 是不是有没有磨平 排水性能是否完好 第二点就是噪音问题 轮胎上很多花纹 它的形状不同 决定这条轮胎的一些噪音性 我们看一下这条轮胎 正常那边降持车的轮胎 花纹都是一块一块的 这种花纹越小 这种快装物越小 它的噪音一般都会越小一点 如果这个花纹被磨掉了 它的快装变得比较大 它运转的时候 冲击地面的力度比较大 声音也会变大一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条轮胎 它的很多细小的花纹已经磨没了 所以这种轮胎的胶快度比较大 所以跑起来噪音就会比较大 所以你要发现你的轮胎 上面的很多细小的花纹 已经没有了的话 你这条轮胎最起码 噪音时候会变大的 第三点就是抓地力 也跟这个轮胎的花纹有很大关系 这种轮胎的花纹 它不单承担了这个排水性 跟抓地力也有很大关系 你像这条轮胎 它就整个平面上没有任何花纹 所以说它就没有什么抓地力 起步的时候容易打滑 稍微有点湿滑的路面的话 它也容易打滑 所以轮胎的花纹是非常关键的 最后我们再来讲一讲 轮胎到了什么情况下 是必须更换的 先来看一下这条轮胎 每一条轮胎的这个花纹里面 都有这样的一个小台阶 它其实就是轮胎的极限值 我们从侧面能找到它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 这个地方有一个三角符号 对应的这个位置 每一条花纹里面都一个小台阶 只要这个轮胎的花纹 磨到和这个台阶平 这条轮胎的所有性能 就是最差的 抓地力 防水性 包括它的一些 噪音都是最差的 就需要更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条轮胎 大家可以看 这就是它的极限值 现在极限值和这个花纹已经磨平了 所以它的轮胎的交线 包括它的钢丝层都已经磨出来 而且磨断了 你看这个位置 已经磨平 甚至这些地方还磨下去了一点 所以咱们车子轮胎 不要一直开 如果到了这个景阶值的话 一定要去更换 不然最终会影响咱们的行程安全 就像这个轮胎一样 其实这条轮胎 它是有点问题的 因为它是多少有点磁胎 大家可以看 这个位置 它还稍微有点距离 那这个位置的花纹就相对好一点 你看这些地方磨平了以后 就基本上没有一点花纹了 汽车轮胎的性能 不止跟花纹有关系 跟橡胶配方也有很大关系 但是对于车主朋友们来讲 花纹是最容易观察的 也是最容易了解的 所以我们的车子 如果是开起来 轮胎噪音大了 或者输性变差了 你就可以看看你的轮胎花纹 磨形到什么程度了 那上面的这个极限值 就是咱们轮胎的最终极限 一定不要低于这个极限 一般的安全极限 就是离花纹还有两毫米左右 就需要提前更换 这样是最安全最放心的 好朋友们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对汽车磷胎 还有什么不懂的 欢迎在评论区打出来 谢谢大家观看 请关注小韩 再见